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彼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亲爱的姜妹 今天我们的主耶书 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天 那我们一大清早可以起来 分享神的话语 聆听神的话语 这全都是祂的恩典 好 我们就第一次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这么疼我们 主啊 求你圣灵 与我们大家同在 保护我们 主啊 也恩高你不配的仆人 教你的话语呢 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以佛所书第一章 第四到第五节 就如上帝所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简显了我们 议定我们 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那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是被检显的 我们是被检显的 有人说 牧师啊 其实我已经回报了主耶稣的祝福 我已经给他很多很多钱了 其实呢 我就在笑 你害我呢 根本没有能力 可以回报主耶稣 赐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爱 我们是被检显的 全球有这么多人口 神检显了我们 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是非常蒙祝福的基督徒 我们是非常蒙祝福的耶稣的儿女 所以我们呢 应该爱主耶稣 因为我们被检显 好 有一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 他们已经结婚了35年 这对夫妻呢 这个他是牧师 他说他永远忘不了 他第一次跟他太太业会的时候 他太太就告诉他 当他六个月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亲就把他抛弃了 就送给人家领养 然后这牧师就问他的师母说 当时你没有纳闷吗 为什么你的生父把你抛弃 他回答说 我的养父养母呢 当天可以选择任何其他的婴孩 但他们选择了我 领养了我 他们是我真正的父母 现在这样子 很感动的 这个师母对他的养母呢 有强烈的认同和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埋怨 因为呢 他认为 虽然不是他亲生父母生他的 但是他们的养育之恩 他不能够报答 这位养父养母对他的恩爱 他的牺牲 他的关怀 完全不能够用金钱来报答 那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爱的 其实呢 听完这个故事呢 我们 就要思考 我们以上帝的关系 也是如此 作为基督徒 我们以其作信靠 基督在灵里重生 并被接纳成为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 保罗写道 就如上帝所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解决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毋有瑕疵 又因爱 我们就按照自己的 自己意志的所喜业的 意定我们解决 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 第一章 第四到第五节 请注意 我们身份改变 我们被上帝拣选 并得着做他儿女的身份 因着上帝介绍我们作为儿女 我们获得与上帝 恳心的关系 他成为我们的 亲爱的天父 虽然我们有养父 我们有我们的父亲 但是耶稣是我们灵灵的父亲 验这个关系呢 实实地激励我们 叫我们感恩的心 来敬拜我们的天父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的爱 是长阔高僧 我们不能够报答他 只能够用我们的生命 献上我们的生命 来活着 拥要他的名 然后呢 到最终的时候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回到天家了 我们是被拣选的 我们是蒙祝福的 那我们应该 明白我们现在的身份 是耶稣的耳理 好 我们就接着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主耶稣 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主啊 减显了我们 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命 主啊 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 主啊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器皿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奉耶稣 你只生奉力 全民全民为主我身 和上海会与其他人 庸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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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被我做之王 庸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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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被我做之王 我们只生奉祝 庸牢 你只生奉力 全民全民全民为主我身 为我和上海会与其他人 庸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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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